伯基不属于娘胖,这句霸气的话出自于中国伯基街巨星此神方便,这位曾经进入国外媒体发布的伯基运动员海明天时的天王终于忍不住了。 最近此神方便在其微博中痛斥小鲜肉,陆寒和他所参业的伯基相变试剧,并表示这种漏洞百出的伯基题材,竟然能吸引到众人眼球,甚至一度霸占收视率第一的宝座,实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最后方便依然不改以前伯基场上的霸气,伯基不属于娘胖,不男不女的人请走开。 伯基的世界不欢迎你们,这则消息一出,不光是陆寒的粉丝,伯基街都震动漫翻,事实上伯基运动员对陆寒不感冒早已不是新鲜事。 薛小冬在之前就曾怒对陆寒,虽然不是民事,但同样表达了自己对陆寒侮辱伯基的不满,而此次死神的发生,将这件事提升到了更高的热度。 事实上作为娱乐圈有名的运动小王子,陆寒在体育多个领域都涉猎广泛,篮球,足球踢的是相当不错,但是伯基似乎超越了这一半筹。 作为曾经的亚洲搏击第一人,方便似乎有理由对此表示不满,他曾经斩获两届全国散打勤标赛冠军,无计全国散打勤标赛亚军。 更不用说其他的一些小冠军,更是不计其数,死神这个名字在中国搏击界,之所以这么出名,和方便的成功不无关系。 事实上,退役后的方便一直默默无闻,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2016年后甚至开始转行当歌手说起来和陆寒都属于演艺圈里的人物,但是这一次死神却无情地回舞起了自己的重拳,而目标就是明媚众多的陆寒。 在外人看来,方便的这一行为,毫无疑问是引火上身,拥有4700万粉丝的陆寒似乎不会害怕舆论的力量,自方便发出这条微博后。 不少陆寒的粉丝对于其侮辱自家粉丝耿耿于怀,甚至到方便的社交媒体下进行人身攻击,但是死神似乎没有那么容易屈服。 这条微博一直高高悬挂在死神方便的首页,大部分网友最终还是站在了陆寒这边,对方便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甚至对于方便的荣誉进行侵毁。 事实上,陆寒所参演的电视剧主要观众,是尚未具备独立思想的00后,看到偶像背对自然迫不及待为其反击,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身为80后的拳王在看到这样一部编导黑白的电视剧时究竟有多失望,爱之深? 则之切,方便虽然从搏击界退役,但是他的心却留在了这块舞台,挥洒着热血的搏击场,远远不是陆寒所演里的那般娘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